自我怀疑比较重的人 他连自己都不太相信 所以呢就会产生问题的勒索 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会反射性的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只要他说对不起啊 你是不是就觉得对 他就是错了 要解决跳脱情绪勒索 我们接下来来教你如何解决呢 嗨我是凯莉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到的就是 情绪勒索的公式对吧 你还记得吗 在情绪勒索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感受呢 就是迷雾感受 F.O.G 当你fear你恐惧的时候 还有你产生obligation 你产生义务感 被绑住的时候 还有呢 当你觉得有罪恶感 guilty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在各种关系当中 产生雾芒芒的感觉 好啊 那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人格特质里头 是什么样子的人格特质的人 最容易陷入这一种迷雾的感受状态呢 今天凯莉老师帮你 拟了五种人格特质 你可以check一下 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人 来 第一种啊 就是啊 习是宁人的人 你平常是习是宁人的人吗 如果有意见的时候 你会不敢说出来吗 什么事情 你都以和为贵吗 要以大局为重吗 那所以这时候啊 你最常遇到的就会是啊 因为你很和气 你就被勒索了 和气 不见得能生财哦 但是是一个很好勒索的对象 所以啊 当你害怕中途啊 以和为贵啊 只要对方的声音大声 严肃 或者是呢 觉得带有生气的感觉 看我现在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很生气 你会不会怕怕 所以呢 你就会想要赶快配合他 配合他的那个 所有的状态 然后配合他的要求 然后让他去停止他目前的怒气 或者是各种负面 比较多一点情绪暴冲的那一种状态 息事宁人 你就很容易被勒索 第一种 第二种是哪一种人呢 就是呢 渴望被认同的人 宝宝 对 你太希望得到所有社会价值周遭的人的认同感了 那认同感是什么东西呢 你希望他们觉得你是好的 你希望他们觉得你是对的 你希望他们觉得是符合他们想要的需求的 那这时候呢 就会被产生一种东西叫做意见绑架 意见绑架是什么东西呢 当对方呢 就是要勒索你的那一个人啊 他有评价你的权利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可以评价你呢 在职场的时候 主管可以评价你 他说你今天做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吓死了 你都还没有去检视你做的对或错 你就先吓死 就觉得自己错了80%了 你已经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了 你只有看到他评价你的时候 你就先把自己打了一个叉叉了 哇 因为你渴望被认同 还有妈妈 每次就说 你知道你这样子做就是错的吗 诶 怎样是错 你都还没有发现他在说你什么错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错了 因为你太希望得到妈妈的认同了 各种认同 当他对方呢 有评价你的权利的时候呢 你就会不顾自身的感受 在一开始的第一秒钟 你就觉得自己错了 那当这时候当你觉得自己错了的时候呢 你就会为了满足对方的需求 想要得到他们的肯定 然后接下来就会被逾取欲求了 逾取欲求是什么 例如主人说 你知道你这样子做真的很糟糕啊 那你就觉得你错了 那怎样叫糟糕 怎样叫糟糕 他可能希望你做到半夜两点 把你的事情做完 但这合理吗 这合理吗 很多人觉得可以啊 因为他觉得事情没做完 就要毛起来做完 那当然因为事情没做完 有可能有两件事啊 第一你工作能力真的太差了 只需要花很多时间 这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有一些人呢 是他工作能力很好 也势必公轻 然后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刚刚好的情况之下 工作量一直大 因为别人都不愿意做 而他愿意做嘛 他希望得到认可嘛 所以工作一直来 他就一直接 一直做还做得很好 哇 恶性循环是什么 当你一直接一直做 又做得特别好的时候 你的工作就越来越多 这时候老板还会觉得说 你这是怎么没有做得那么好啊 跟你以前不一样 我吓到马上做更好 做更多 做更久 是不是常常有这种人呢 所以渴望被认同的你啊 可能就会是需要被抱抱的对象 或需要被勒索的对象 再来第三种呢 就是肩膀太厚的人 肩膀太厚 减肥是没有用的 但是又看清楚那个情绪勒索才有用 肩膀太厚的时候啊 就会产生一种责任型的勒索 怎么样责任勒索呢 就是啊 当可以勒索你的那一个人 他告诉你说 这都是你的问题 哇塞 吓死宝宝了 这种常常在婚姻关系当中会出现啊 不管是老婆 可能被 例如老公啊 或者是夫家的人啊 说 小孩没带好是你的问题 吓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质问句 好 那反过来 先生会不会被勒索 会不会被 那个岳家勒索 会啊 他说 到底你一个月赚这么少钱 你怎么养家活口啊 这都是你的问题 或 你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外面工作上班 上班那么久 你是有赚多少钱吗 孩子也没顾好 这都是你的问题 好可怕 各种 各种的情况 就是呢 其实你都还没有去细细思索 到底问题是什么的情况之下 只要他说的问题两个字 套在你头上 你就概括承受 觉得对 没错 你就是有问题了 尤其呢 是说在你是一个责任范围的情况之下 不分原有的先套上问题给你 你就全部承接 这个就是你希望 你的肩膀很厚可以去担起全局的人 很容易发生的被勒索事件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 自我怀疑比较重的人 他连自己都不太相信 他连自己都不太愿意去理解 他常常呈现一种 yes or no都搞不清楚 ABCDE也不知道怎么选的状态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就会产生什么东西呢 问题的勒索 也就是说呢 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会反射性的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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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对不起 是不是常会发生这种人 你只要看到这种人 只要他说对不起 你是不是就觉得对 他就是错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恶性循环 像我们在催眠里面啊 也常常会有 就是说有一种暗示性的那个话语嘛 当你常常说 我很棒 我很开朗 我很阳光 我是小太阳的时候 别人很理所当然的 就会觉得 也觉得你是 也认为你是 就是这么的阳光积极 正面乐观 但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状况 当你遇到任何事情 只要有一点小差错的时候 你都先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是我是我 你都说是你的 我怎么会觉得不是你呢 这就是很直观的 人家还没有恶意 就会先这样子觉得了 那你试想看看 如果是在关系当中 他其实对于你产生问题 而他在责备你的过程当中 这个人还可以因此而成为 既得利益者的时候 他的下意识潜意识 怎么会不希望 你继续出问题呢 好啊 那你就继续出问题吧 横竖 接下来你一直出问题 我就会告诉你 那你就做A吧 反正A你就会做到 做到好嘛 做到死嘛 然后你再继续说你有问题 那就再做B吧 那就再做C吧 ABCDEFG 你全部都做完了 真好 我什么时候不用做 我只要说 对啊 问题就在你身上 不是吗 还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好可怕 可怕的情绪勒索 五种人格特质 那你是哪一种 你有发现了吗 那所以要解决 跳脱情绪勒索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接下来来教你 如何解决呢 很简单 就是第一 你要看清楚自己是被勒索的状态 如何看清楚自己是被勒索的状态 感受 感受真的很重要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有说到了 感受是什么东西 当你在一段关系当中 你常常觉得恐惧 你常常觉得罪恶感 你常常觉得有意义去做些什么的时候 感受一出现 你就要开始去检视 检视什么东西 检视这段关系当中 是不是有呈现一种被勒索状态 好先看清楚自己是不是有被勒索状况 第二定位自己可能是哪一种被勒索者 因为疗愈就是从面对开始 你第一要理解这是一个勒索状态 第二你要去定位 定位了之后你才会有方向去解决 那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五种人格 其实不见得每一个人就会套在哪一个 有可能是混合状态 但是想很痛面对也很痛 可是你如果不去面对这一开始的痛 你会一直痛 所以第二个解决之道的step two 就是要去定位自己可能是哪一种状态的被勒索者 好那再来第三种 当你已经定位好了 是不是要解决了吗 那解决是什么东西 尽量不要再让就是重演了 你就会去分析出来那个回圈 回圈的故事性 其实一再的重复当你定位好了之后 发现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之后 你就可以把原始的故事模型给模拟出来 模拟它吧 理解这个整体的故事 谁是勒索者 你是怎样的被勒索者的形态 再来你们是怎么样的勒索关系 定位出来了之后 不要再让就是重演了 因为就是一直重演了也可以啊 你爱演你就去演了 但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愿意这样去演了 好然后呢再来放声啊需要的是勇气 我刚刚所说的恐惧啊都是在未来发生的 你恐惧未来那么惨 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自己其实就很惨了 好是不是先要把自己现下的状态先顾好 未来的事呢 当你顾好了现在 你长大了 你成长了 你有强壮的现在的自己了 未来的恐惧是不是也没那么恐惧了呢 你要先去做好吗 放声需要勇气 放声是什么东西 从搞定现在的自己 茁壮现在的自己开始 然后再来相信自己可以更好 永远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跟观念 相信自己可以更好 一定会更好 没有不会好的事情 就是正面激励 永远给自己正面激励跟正面想法 再来相信没有别人 你也可以过得很好 不会有人因为你不在而他不好的 同样的你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不在你变得不好 不会的去模拟吧 各种事情都是可以模拟的 但是首先要先从面对跟知道自己在哪里开始 好啊 那换我催眠你的这个系列 这两个 我们上一集跟这一集都在讲情绪勒索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看出自己的定位 那当然了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被勒索者要如何跳脱吗 那勒索者呢其实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说实在话 那个一个巴掌派不响 这个车这么好偷 你哪有不偷的道理啊 对吧 但是啊 当勒索者本身 你其实也有发现 你在一段关系当中 是一个勒索者的角色的时候 如果你当真爱他 也是可以省思一下 自己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些微的调整 好吗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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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